哈喽各位老爷们晚上好 我是为啥换这车的英男 那么就在今天的时候 我体验了一下 雅体海豚和这个大众ID.4 Cross 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的感受 首先这两款车不能直接作为竞争对手来进行对比 另一方面是这次我两个车都只开了100多公里 想摘出来几点单独跟大家聊聊我自己的感受 然后分享一下这两款车的续航到底怎么样 还有它们的优点以及不足 先来说说这种ID.4 Cross 它是三元里电池版本的 所以它的官方宣布它的容量是84度电左右 NEDC续航里程是550公里 那么我们今天在城市道路 国道还有高速上都进行正常行驶了 100多公里下来之后 它的电耗保持在了18.6每百公里 这样的一个数据表现 而在下午的时候 我把同样的路段又再走一遍 这次我换成了比亚迪海豚 走相同路线 整个过程下来100多公里 所有的空调设置都是一样的 温度24度 比亚迪海豚的平均电耗表现是在 11.7每百公里 是不是觉得很吃惊 猛的一看你或许会觉得 这海豚怎么这么低 但是咱们要想到的是 它是两种不同的车型 ID.4 Cross 它是一个紧凑型SUV 那咱们的比亚迪海豚 它是一个微型车 所以ID.4 Cross 它会更重更耗电一点 我们也就简单粗暴的来看 它们俩是否能达到NEDC 这样的一个标准 咱们来看 ID.4 Cross 它的NEDC是550公里 然后所以咱们经过一系列的测试下来 它的每百公里的平均电耗是 18.7度电左右 如果它想跑到 它的官方宣布的550公里的话 它需要电池容量是102度 这跟它的实际配置84度电 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而且差距还比较大 反观咱们的 这个磷酸体力电池版本的海豚 而实际上这台车 我们一路跑下来发现 它的平均耗电的话 是在10.7度小公里 也就是说 如果它想要跑到405这个续航的话 它的电池容量 差不多是在47.3 跟它官方宣布的44.56左右 这个电池容量 其实相差并不大 所以在这方面 我觉得比亚迪 它的续航表现 可能会更好一点 而ID.4 Crown 它可能就实际续航 跟它这个真实续航的话 可能相差的会 稍微有一定的大 其实在测出这样的数据的时候 我当时还是比较吃惊的 首先ID.4 Crown 它的这个耗电的控制 还是比较不错的 如果按它18度电 每百公里 这样的一个平均电耗来讲的话 那它这个车总续航的话 可以达到460千米左右 而采用了磷酸铁 倒变电池的这个海豚 它却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成绩 是让我无法相信了 我觉得完全不像一个磷酸铁 倒变电池的这么一个车 所以我回到酒店 就也简单的去找了一家这个原因 简单来说 就是比亚迪 在能手电这方面 无论是设计上 还是软件上面 各方面它都下了不少的功夫 我拿出了一个比较直观的例子 首先如果普通车企 它采用的是制热系统方案的话 那么它要先给电池水加热 通过转换电池发挥最大的效能 而比亚迪则是能够直接给这个电池加热 避免了转化时所遇到的一些衰减的问题 当然了这里还包括了点线电机 气动轮网设计 还有这个与博士联合开发的APP系统等等 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在各个地方都用尽了心思 省下每一点点的续航 OK上面是续航方面的问题 那下面我就要给大家聊聊这两台车 我开这一路下来带给我的直观感受 先声明一下 ID.4 Kraus跟海豚 它俩并不是竞争对手的关系 我们不要把它们放在一块进行对比 如果咱们非要比的话 我建议咱们还是拿海豚跟ID.3进行比 我只说这两款车的优势点 废话不多说了 直接聊聊感受 ID优点层面 我想最直接能给咱们看到的 就是它的设计 外观上那一定是光源了 咔咔的效果把逼格拉满 再加上车内的设计系统 我不觉得你会认为 这还是一台大众了 变化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 我觉得或许大众它还是觉得 大家对它的车机系统不太满意 所以无限的Coverlay什么的 它都给整个各个智能方面的 它也给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确实非常方便 好有点不足的地方 说实话也不少 你想想这车都卖到20多万了 那这个门板上还有很多地方 都用了硬塑料这个材质 显得不是很高级 摸上去还是有一些廉价的样子 而且这个车在没联网的情况下 你是不能跟它进行语音交互的 有一些简单的指令 你让它升降全车的车窗 这些它都不能帮你完成 海豚方面它也是有不少优点的 比如说上面讲的是续航方面 它还是非常可靠可信的 其次就是这个车很小 非常非常方便停车 特别适合我们这种女司机 因为它的车身才不到4.1米 所以你随便一个很小的车位 才能够很方便的去停进去 同时车内的空间的确很大 麻雀随脚 五刚俱全 我们这个司机是1米76的身高 体重是180斤 它坐在里面 后排空间和前排 驾驶座位的空间 副驾的空间 都表现得很宽裕 配置上啥的都不用多说了 我觉得绝对不会让人失望的 你比如说它这个中共的 全款大型 自动员工 也都安排的名秘宝板 当然了 连行车记录仪都给整了 毕竟才10万8800的这个价格 已经非常不错了 当然了 部族也是有一些的 比如像我这种手指甲长的 如果扣它这个门把手 本预计就会夹到我的肢 后排也仅有一个USB口 它就没有一个通风口 这也是需要改善一下 我觉得可能是它一点点的小不足吧 我猜一定会有人问我 ID.3和PiToon 咱们该怎么选 那么我告诉你我的想法 首先 如果你的家里面 想买第一台车 你的第一台车定位在 新能源 想要一个不限号的车 绿盘可以上绿盘的 对不对 然后你的预算是20万 那你可以买ID.3 但是如果是第一台车 咱们为什么不考虑 轻混的 或者是那种燃油车呢 这样就不会有里程焦虑了 对不对 而且大众 它造电机的这个时间啊 这个电动的这些技术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短的 比亚迪从98年 它就已经开始研究电机了 你想想我出生那年 现在已经研究二多年了 它技术已经相对于很成熟了 而且海豚这款车 特别适合女孩开 而海豚呢 它定位是比较清晰的 然后女性化 特征也比较明显 车很小 非常方便停车 适合女性的群体 包括它车上所有的设计 你看它这个轮圈啊 轮毂啊 什么的 这个星星的形状 那比亚迪海豚 作为比亚迪海洋系列的头款车啊 它一上市之后呢 销量就已经证明了这款车 大家的喜爱程度了 所以如果家里又已经有一辆燃油车了 你想买第二台车 这台车呢 是想给你媳妇带步的 那我建议去买比亚迪海豚 好了 简单的体验 也简单的分享给你们 不多说了 也不唠了 我要去找那个能给我买海豚的那个老野人 再见吧 嘿嘿 嘿嘿 嘿嘿嘿